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四一点就是牟利 牟利有知音补羊的作用 补肾固精的功效 第五一点就是我们非常常见的多吃一些羊肉 对我们恢复性功能有一些帮助 第六一点可以吃一些羊肾 羊肾有生经医学 壮羊补肾的功效 食用于有肾虚阳尾的患者食用 但是这些食物哪一种适合于你 或者哪几种适合于你 请不要自己随便挑选使用 最好是去找医院的中医 医生根据旺文文切以后 中活剧的身体素质的情况 他根据提出的建议 吃哪些可能适合于你 这样比较准确一点 因为每一个食物的补充 每一个食物的食用的范围 都是有效的 不是每一个人都能食用